不管是黄珊珊 不管是金虎 从他们的名字会印在我们的选票上吗 因为对他们的喜好 或对他们的怀疑 然后去阻碍了整个蓝白河做的一个善意 始终觉得有谈总比没有谈 这个蓝白河不和 第一个快刀斩万马 第二呢 买卖不成仁义载 蓝白河变成蓝白布河 賴清德 哦 轻轻桑桑 看看他们都一直在吵架 可用之降 甚至可用之冰 都实在是非常有限 现在呢 有点僵 那当然互相都有一些放话 但是我真的是有听到一个消息说 就在这一两天 侯跟柯两个人可能会亲自见面谈 但是这个其实也已经讲了很多天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听的是真的是假的 就是一直只闻楼梯响 大家之前就说她是黄金组合 所以大家对黄珊珊和金浮冲有很大的期待 那只是后来呢 在10月14号 那么双方坐下来之后 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停的用新闻稿啦 开启小会的方式 哎 怎么越讲越不对盘哦 那所以就开始有人说哎呀 黄珊珊是鹰派啦 她是黄鼠光的这个妹妹 她怎么会想要真的蓝白河 她是绿营的人 她是小鹰的人嘛 那开始就对金浮冲 哎 金浮冲啊根本就是一个大鹰派 她一开始就说不要蓝白河 所以她怎么会真心想要蓝白河 可是呢 我觉得这些都会增加 所谓蓝白合作的一个阻力 因为不管是黄珊珊 不管是金浮冲 这两个会放在 他们的名字会印在我们的选票上吗 他们是配角 对 不是嘛 你又不是投黄珊珊 你又不是投金浮冲 所以这两个人呢 你不用因为 对他们的喜好 或对他们的怀疑 然后去阻碍了整个蓝白河做的 一个善意 所以呢 所以大家想说 既然你们两个谈不成 散开散开散开 那就让那个主帅来谈 那就柯文泽 柯主席 侯友宜 侯市长 你们坐下来谈一谈 那么当然那朱立伦的角色是什么 那朱立伦要不要 这个也进来谈呢 我认为是需要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两方其中合作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 要合组联合政府 对 对不对 两个当主席 还有呢 我们还要合作什么呢 就是在立委的部分要做合作 好 那不管是联合政府也好 或者是立委的合作也好 那这一个当然就会要有主席的角色进来 那所以朱立伦当然也应该有他的角色 所以朱立伦不是也不讲一定要合啊 就是他怎么样的会 堆叠善意 堆叠善意啦 就是要用对话 对 代替放话 这个话都讲得很好听 每天都在讲这些 但是我们还是心里觉得焦虑 对 因为目前看起来没有实质的进展 可是呢也确实我觉得 侯友宜跟柯文哲双方来谈一谈 我始终觉得有谈总比没有谈 你听听看柯文哲一直说 我会跟郭董见面 你见两次啊什么呀 对啊 你不期你就 你就跟柯平跟侯友宜都没有见面 对不对 那终究是 对不对 你知道郭董心里想什么 你就不知道侯友宜心里想什么 不是吗 对啊 所以双方主帅见面 然后主席也一起见面 来 这个就把它弹开了 大家弹开了 什么样的联合政府 大家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接受 那么你的底线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理念 你觉得对方我最没有办法 最没有办法接受的理念 也把它弹开 然后呢我要讲的是 这个蓝牌合不合 第一个原则是 请要这个快刀斩万马 你懂吗 当断则断 如果根本不合 你就不要歹息脱棚嘛 是怎样我们在看你这个 这个很无聊的烂戏耶 对不对 一直在那边看 越看越火 越看越失望 两边的支持者都失望 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合 好的 我们今天当断则断 那第二呢 买卖不成人意在 好不好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 为什么要蓝牌合作 蓝牌合作是怎么样 我们是蓝牌分赃吗 不是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 我们重点是要 在明年大家能够下架民进党 对 要政党轮替 好 六成的民众告诉你 主流民意告诉你 我希望下架民进党 对 那所以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想尽办法能够找出这样下架民进党的一个最佳捷径 所以我们才要谈合作 好那如果真的退一半步来讲 我们不合作 我们不合作不能吵架啊 如果蓝牌合变成蓝牌不合 你看哦 昨天那个赖清德 轻轻桑桑 这样子 你看他们都一直在吵架这样子 那个嘴角都忍不住的上扬 而且他现在那个你知道去演讲的时候啊 都是手插口袋 然后这样 对啊 不知道在拽什么呢 对不对 拽啊 对不对 看你们吵架我好开心哦 对不对 真的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个 要变成让自己人不开心 对不对 然后让我们最大的对手开心 真的是让那六成的民众 就是失望啦 对啊 六成的民众失望 那那那那那宏伟姐 因为这个赵先生啊 赵少康他提了一个国民政党联盟 那确实是这个 感觉是有稍微比较客气了一点啊 就是说啊 那假设你克文哲民调真的是正的 那你当总统 但是整个组阁权要有侯友宜来做 因为确实毕竟啊 有这个执政经验的 可能有比较多的人才可用的 确实是在国民党 那赵先生这样提出来 当然因为他不代表就是国民党的主席 也不代表国民党中央 那他提出来这个 这个国民政党联盟哦 真的可以让蓝白各退一步吗 因为昨天抛出来之后 我从网友的留言看起来 大家会说 这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对 不过我 我有听到赵大哥正好昨天上他节目嘛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就算让你组阁哦 就算让你克服组阁 你也组不起来 比如说 像大家 连周渔修都是民进党的 对啊 黄珊珊和周渔修 黄珊原来是亲民党 对 对后来变五党 也是到选后才加入你民众党 周渔修在你旁边那么久 结果是民进党的 那其实我不会因为这样去怀疑 或者去质疑 说这两个也不具代表性等等 但是这充分的说明就是 其实民众党你自己可用之将 甚至可用之兵都实在是非常有限 都非常有限 所以你要去组成这个政府 不是这么容易的呀 对不对 好那所以他才提出说 那这样 那么整个的组阁权就应该交给侯友宜 那么这个说法呢 侯友宜第一时间是说尊重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第一个就是 包含侯阵营还有第二个 我觉得整个国民党也要去听听 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今天立刻就有人 因为昨天他收视蛮高的嘛 很多人在听看 可见还是有人在看电视 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掉 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来的质疑是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就是让给克批来选政的嘛 这个这种是第一个质疑 那第二质疑就是 因为我们的宪法 那么总统是有很大权力的 总统是有这个隔魁的任命权 那今天我们讲说 哎这是一个完全不符合 没有不是符合现行 宪法架构的一个制度 说好你选你是总统 然后让他变成虚伪总统 你知道组阁前交给侯友宜 就是一直交给国民党啦 你变成是一个虚伪总统 好第一个 克批会不会接受 我觉得这个我打问号啦 我觉得几率很低耶 以他的个性 对第二个 那么你现在要用去什么 我们现在是要怎么签 签签签签 划鸭 划鸭怎么样嘛 见证吗去公正 但是问题是 在法上面就是在宪法 保障总统就是他 有这个隔魁任命权 就说实在啦 其实有人讲说 他现在答应你 等到选完之后 他现在拿的是别人 你能怎样咬他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 比较大的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如果大家都有 十足的善意 能够弹出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 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 然后述诸于大众 社会大众 不能这样没有诚信 那我是觉得只要能够 让大家有这个合作的可能 我们可以去尝试 我刚才讲的是 昨天很多人看到了之后 他就会反应 我刚才讲的这些 大家都已经有这种 被害妄想症到这里 对对对 还是怎么创伤症候群 就很怕你们不合作 想要你合作呢 又是大家又会担心这个担心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